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你这样子 你不说了 你什么事了 你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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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女孩 你不说了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 你们好呀 今天开始为大家讲 《普法》《悬疑推理韩剧》 《至上之法》第六章 上一章说道 小冷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 母亲除了嗑药以死相逼 却毫无办法 正片开始 小星在回家的路上和小江通话 听到姐妹两人通话的李满浩 却对小星是好 说自己并不可怕 受到惊吓的小星 对李满浩使用了防狼喷雾 而李满浩则在小星掉落的手机里 发现了自己的照片 被公开到了班级的群里 面对小星的妹妹提起的名誉损害 得知消息的小韩和小江马上赶到了警局 我们也从李满浩的口中得知 小江可能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而李满浩一直潜伏在小江家附近的原因 就是那个一直从未出现的姐妹 江丹 这是这个剧里出现的第几个人物了 还真是让人凌乱呢 此时 杨教授接到了小冷打来的电话 但却被副院长一把抢走挂掉了 杨教授和副院长来到了模拟法庭 一边喝一边说 副院长承认了自己偷走杨教授的电脑 并拿走了现场的砂糖包装 目的就是为了架好给杨教授 并承认了自己在徐教授的咖啡里放了毒品 眼看副院长越喝越多 真话吐得越来越多 生怕自己听见什么不该听的 杨教授赶紧叫车 将副院长送回了家 出租车上 副院长说着那天 徐教授当面羞辱自己的无能 并说副院长的夫人十分后悔当初放弃了徐教授 而选择和副院长结婚的决定 恼羞成怒的副院长在那时动了杀心 杨教授将副院长送回了家 却意外发现 小冷居然是副院长的孩子 小冷问教授和自己的父亲聊了什么 教授则直接告诉他 你直接问你的父亲好了 顺道告诉他 我已经见过了你 醒酒后 小冷还是想和父亲串通 做不在场的证明 表示为了隐藏妇女关系 才没有说案发当时两人是在一起的 面对女儿询问 自己和杨教授谈了什么内容 已经和杨教授承认自己杀害徐教授的副院长 则谎称自己喝多了 什么都忘记了 通宵学习到凌晨的小江 屋外传来了阵阵狗叫 小江出门赶狗 却发现一直没走的小韩 被一只小狗吓得躲在了花坛上 而小韩也认出了小江 就是几年前 冒充法学院学生 卖给自己救赎的那个人 两人早早的来到学校 却遇到了小美和她男朋友发生争执 小江和小韩上去想要带走小美 太引发冲突的小美 则安抚着男友 跟男友上了车 眼镜哥在准备自己冬季实习的简历 原来 眼镜哥的父亲 曾经是一家玩具公司的老板 因为被卷入所谓的有毒成分的玩具被调查 但是却因为徐教授在担任检察官的时候 提前公开了嫌疑事实 导致了自己父亲自杀身亡的结果 小冷一早找到了杨教授 希望杨教授不要跟大家公开 自己和副院长之间的关系 并说父亲之所以推翻口供 说和我在一起 是因为担心妇女关系曝光 金教授突然闯入 小冷则马上离开 金教授告诉杨教授 他可以确认小冷的论文是抄袭的 毕竟 这篇论文曾经发表于小冷初中时期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个马后炮啊 依照小冷的聪明程度 完全可以将十年之中发现的新的案例 和新的学说加以引用作为补充 但他却在大学参加论文比赛时 没有做过任何的改动 直接提交了十年之前的版本 这个不太符合逻辑 杨教授问金教授 你为了子女的成功 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金教授回答 可以付出生命 杨教授追问 那如果让你为了子女杀人呢? 金教授则表示 这个不太可能 杨教授找到了副院长 副院长请求杨教授 不要将昨天的谈话内容 告诉小冷 并说自己要去自首 杨教授表示 你的自首说辞 缺乏物证的支持 即便你自首了 警方没法给你定罪 也就不能证明我的清白 他要求副院长一定要出席明天的庭审 临走的时候 杨教授问副院长 你是怎么解开我电脑的密码呢? 副院长说 现在有很多地方可以直接做到 而此时 杨教授就已经知道了 副院长并不是案件的真凶 因为杨教授的电脑里 根本没有设置密码 另一边 已经找到笔记本的小冷 怀疑自己的笔记本被人掉包了 通过监控发现 有人将自己的笔记本交给了学校的保安 并通过监控确认了拿走自己笔记本的人 正是同在学习小组的小帅 小冷找到了刚刚帮金教授修理完电脑的小帅 询问是否是他将自己的笔记本交给了保安 看到小帅手上的戒指 小冷有了自己的判断 小胖跑来询问小帅 假期实习的情况 小冷则直接选择离开 在学习小组的时候 两个人也十分尴尬 一直没有出现的小美 突然出现在学习小组 原来之前她和男朋友离开后 小美一直请假 没有来到学校 小江则将小美拉到一旁 询问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小冷的母亲发现了副院长的辞职信 并收到了副院长帮小冷预约好精神科治疗的短信 质问副院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副院长表示 为了让女儿当上法官 作为母亲的你都做过什么 除了嗑药 还是嗑药 小冷的母亲则将罪名完全推到了副院长的头上 认为一切都是副院长的错 看着已经封魔的夫人 副院长都无语了 我这是娶了个什么鬼 副院长希望她可以关心下女儿 不要逼女儿成为法官 却依旧被无视了 杨教授的案子开庭审理了 杨教授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检察官在开庭前向法官申请拘捕杨教授 认为杨教授存在销毁证据的可能 就在检察官提到电脑的时候 杨教授随即掏出了找到的电脑 并表示可以提供给检察官去调查 去医院精神科咨询的小冷 在学习小组群里得知杨教授找到电脑的事实 询问母亲父亲为什么辞职 终于在母亲口中得知了 父亲以为自己偷了电脑 并且下毒杀害了徐教授 要在法庭自首的消息 小冷随即开车赶往法庭 在赶往法庭的路上 杨教授拨通了小冷的电话 副院长作为第一证人出庭 在现场当庭推翻了自己的证词 并声称现场的确有砂糖包装 而自己就是砂糖包的主人 检察官被这突如其来招供 搞得一脸猛逼 就在副院长将要承认自己杀了徐教授的时候 小冷通过杨教授拨打的电话发生 阻止了副院长 因为小冷的突然闯入 法官直接休庭 妇女两人在法庭外交谈 因为彼此没有相互信任 而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小冷告诉爸爸 自己并没有杀人 不要为了自己而去做伪证 休庭结束后 因为副院长做伪证的行为 检察官认为证人的证言 没有任何可信度 要求取消副院长证人的资格 并要求认定证人提供的 砂糖包装这个证词也无效 面对争议 法官表示 证人证词的有效性 将由审判庭自行裁决 庭审结束后 小冷找到杨教授 感谢教授阻止了父亲做伪证的行为 并解开了父女之间一直以来的误会 原来 小冷曾经对父亲说过 自己希望徐教授死 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爸爸 无休止的被妈妈拿来 和徐教授做比较 被无视 但却依然对自己 剽窃论文的事情闭口不言 检察官也找到了杨教授 并得意地告诉杨教授 审判庭应该不会采纳副院长的证词 而自己作为被告的公开嫌疑案件 也不会被受理 说完 便开心地离开了 此时 杨教授的手机上却收到了案件 已经被受理的短信 小江护送被记者围堵的副院长回到学校 却被大家误认为 他才是副院长的亲生女儿 杨教授和副院长在电梯相遇 副院长将当天的事情告诉了杨教授 原来 副院长当天确实对徐教授动了杀心 但是最后副院长还是放弃了 但是 却不慎遗留了一个砂糖包装在现场 回到学习小组 小江告诉小韩 自己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叫江丹 自己在法院遇到李满浩时 李满浩找自己姐姐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 小韩递给小江一本当年遗留在公交站的书 告诉小江 书里有一封江丹留下的信 小江打开信件后 发现信是写给杨教授的 便匆匆赶往杨教授的办公室 将信交给了杨教授 而此时 杨教授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来电话的人正是江丹 我们在这暂停整理一下 目前为止的所有线索 杨教授的电脑为什么在副院长的办公室 小帅又是如何拿到了小冷的电脑的 真正偷走杨教授电脑的人是小帅 在宪法课堂上 小冷因为被发现使用电脑 而被扣除了学风 但是在第二节宪法课之前 就已经被助教收走了电脑 并放在了最外面 而小韩则在此时 被叫到了检察官的办公室配合调查 下一章中 杨教授接到江丹的来电 小江把江丹的信件带来 但江丹那头却直接挂了电话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和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节目更新哦